好創下布林肯出訪中國之前 封殺中國的法案一波接著一波再打 但是同一時間 布林肯跟白宮都要捍衛台海的和平穩定 那中國方面對於520之前 對台灣的施壓 事實上也一爆一個力道比一個力道大 其實現在中國對台灣施壓的力道越來越大 但是布林肯這次訪問中國 他的氣勢也是越來越強 那布林肯昨天到達了上海 因為布林肯這次帶的一個是 可能會因為軸心法案 對中國啟動金融制裁的終極核武 帶在手上 那帶在手上之下 所以中國刻意的壓低他 刻意的要演繹他 他到了上海之後 接機的人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也到上海去接機 但是中國不是派外交部的相關的禮賓官員 竟然是上海市外事部主任 這個簡直把他變成是區域政府了 故意給布林肯降級 可是呢這樣一個降級之外還不止如此 整個中國呢開始要去 給布林肯要去整個去壓制他 環球時報 社評要特別想說 嗆著布林肯說 你這次來 不要要用壓扶中國的心態來到中國 我們不吃這一套 然後呢整個中國的外交部 因為布林肯出發之前 白宮還有國務院 不是會有個慣例新聞簡報嗎 新聞簡報特別想說 布林肯來了這次的目的 是要特別在520就職典禮這個重要 而且敏感的時代 全世界都要做出和平穩定的貢獻 希望不要有人亂搞 他們也用一個新聞簡報 中國的外交部官員呢 直接的就是找了那些中國的記者 新聞簡報說 美國一直頑固的推進 所有的那個二治二華策略 不斷的干涉中國政治 抹黑中國形象 損壞中國的利益 越來越過分 也好像是他們要回嗆 然後這樣一個回嗆的一個狀況 加上呢整個央視旗下的公眾號 特別講說臺灣問題是中國紅線 不能碰觸 可是這麼多之後 布林肯呢好吧 你這些小動作不理你 布林肯到了整個上海之後 發了推特了 發了推特以後就講說 我已經到了 然後呢台海和平議題 就是要談 我根本就不甩你 他直接在推特宣誓 這一次他的外交行程 工坊的核心就是台海的和平的議題 跟和平穩定 對就是要談 你給我扯這麼多小動作 不管 那當然明天呢 4月26會到北京 那426到北京之後 426會不會見到王毅 有沒有426宣言 大家都在觀察 或者是見到習近平 而見到習近平或王毅的時候 會不會拿出所謂的金融制裁 這個終極核武 現在是大家非常關切的這些事情 可是布林肯這次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美國這次 不是只有布林肯 美國做了一個綿密的一個鋪陳 先前的時候呢 整個他要出發之前 國務院又公布了2023年的世界人權報告 裡面特別在把中國對於維吾爾族的叫做反人類暴行 特別的在把它列進去 這等於是讓布林肯再帶個武器過去 然後呢拜登 因為他們整個眾議院參議院 禁斗應的法案 還有那個950億美元的圓外方案 都已經通過了 結果當時中國的外交部 還在氣撲撲的講說 停止武裝台灣 要求美國要自治 拜登自己出來講說 已經收到我桌上了 而且我已經簽了 幾個小時後就可以撥款了 這個也就告訴你說我都準備好了 這整個打臉中國捍衛台海和平穩定 然後你看看到的 剛剛講的白宮那個新聞簡報 這個時候國際站在美國這邊的媒體 不斷的強調520是和平穩定非常重要 然後呢布林肯去就是要告訴中國 不要在520鬧事 整個叫全面的把這個壓力都壓到中國 可是真正壓力在哪裡 軍事上 美國也準備好了 阿基米洛下個月就要卸任了 可是要卸任之前呢 他又再度的出來講話 出來講話再直接的講說 非常清晰的 就是知道說 中國的目標就是在2027年以前 具備 他用的字眼都已經越來越強硬了 侵略台灣的人力 他用的是侵略了 而且中國整軍金武的目標狀況 還有共軍日益挑釁台灣 讓整個美國感到非常焦慮 然後抨擊中國現在經濟正在衰退 他們燃掉殖利於軍事的投資 他認為這個東西是非常不理智的 所以你看這整個狀況也要是 印太司令部站在這一邊 你不要亂搞 然後在整個這個全面壓過去之後呢 那當然全世界那麼關切台灣這個問題 那當然也很關切說 那拜登那個19億美元 台灣會怎麼出 我們國防部講說已經開始 就一個附案了 可能也會動了 但是全世界對台灣最關心的是什麼 因為台海和平穩定至關緊要 裡面更重要的是台積電的 籌狀發展更是重要 所以台積電在這時候告訴我們 因為捍衛台灣 就可以是捍衛台積電 台積電公佈了他的A16 下一代的晶片預計2026年要量產 那個是專門要因應的 AI時代的一個新的晶片的需求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多爭 直到 你在玩呢 bizim св